那些頭髮被風吹起, 真是很舒服 小子, 幹什麼? 你看, 前面有交通景 指示說要慢洗 讓我現在教你了 就像港交所的市條機制一樣 你很聰明, 什麼來的? 讓我擺個布紙再告訴你 港交所的市條機制會監測行指 國企指數股票和相關期指 有沒有因特發情況 而令價位突然急升或者急跌 那是怎樣的? 市場運作就像公路上行駛的車一樣 例如程式買賣出錯而令到五分鐘內 相關股票向上或向下的波動 超過百分之十 或者相關期指向上或向下的波動 超過百分之五 就會觸發到五分鐘的冷靜期 那是否真的停牌? 不是, 只要價位在上下限 我們仍然可以買賣 就像現在這樣 慢是慢一點 不過車子仍然在走 原來是這樣, 你好聰明 所以說, 絕對不是用來限制 價位正常上落 更加不會出現停板或停市 那會不會經常要人慢小的? 當然不會, 傻瓜 在上下午開市頭十五分鐘 和下午未試十五分鐘 都不會監測 而且每隻股票或期貨合約 只可以在早市和午市 每個時段 最多各自有一次的冷靜期 之後就不會再有限制了 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樣 最多都是上週一次 下週一次而已 現在世界大部分主要交易所 已經有這個機制 讓大家可以小心點 不要那麼容易做錯決定 現在過了這個牌子, 就可以駕駛駛 馬上飛回家 不要駕駛那麼快